许多家长都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殊不知孩子也在羡慕别人家的家长 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 你怎样浇灌它 它就会长成什么样 当你忽视它的时候 不给它浇水施肥 它就会长得瘦弱矮小 当你悉心照料它 每天浇水捉虫 它就会茁壮成长 当你太看重它 溺爱它的时候 浇水浇多了 有可能会淹死 当你根据树苗的情况 进行浇灌的时候 它就会长得更高 当你抓得太紧 非要拔苗助长 以后它很有可能会长歪 当你适当地给它一点自由 该修枝的修枝 它就会向上生长 长成参天大树 你看同样是植树苗 种植方式不同 长成的大树自然也是天差地别 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 一书中说过 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制品 当复制品出现了问题 那原件肯定也本身存在着错误 你的行为对孩子有着很大的影响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生 要善于与孩子进行沟通 进行情感引导 这样复印件也会印得更加完整 成为标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